比划着马匹的脚伤 爱奇骂着她说 去年六月妈妈出资 花八十万 向新北的马术中心 买了第一批荷兰进口的母马 状况良好 两个月后教练主动提及 另一批55万的母马要卖 他们买了 没有想到半年后 发现她的前脚有异状 四组执意教练保证马匹健康良好 刻意欺骗 向嘉义地院提告 要求缓还嫁金 饲养费及医疗费 共八十万八千元 但教练否认 表示如果马匹有救伤 早就该发现 质疑是市主过度使用 或使用不当 在契约上 切解说都没有脚痛过 那为什么前任养马祖 在脸书上面 说到她脚痛 不止两 不止一次两次 因为她本身也不是一个 专业的人员 可能在训练 或者是在 骑乘过程中导致说她有可能哪边受伤 这是我们完全无法预料跟判断的 双方对付公堂 到底谁是谁非 交由法院判决 TVBS新闻 季健亨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